MIC没关!黄国伦骂齐全鹏之!因寇乃欣上了他的车。 演艺夫妇黄国伦与寇乃欣常在荧幕前秀恩爱,寇乃欣还兼任黄国伦的经纪人,日前与前未婚夫洽谈新节目,传出黄国伦一度打翻醋台子,怒骂寇乃欣还放送到全鹏。 今日出版的镜州刊报道,黄国伦去年9月在北京尿巢开演唱会,传出损失5000多万元,今年初在寇乃欣签线下在年代开新节目继续传奇无与伦比音乐会,应该节目部副总常递心是寇的前未婚夫,三人互动微妙,一起在化妆间不超过一分钟,大多有制作人从中联系。 据悉,该节目名称原本是台湾金曲传奇,因顾及黄国伦的中国市场,常立心把台湾二字拿掉。 日前,寇乃欣与常立心外出开会,有人告诉黄国伦,寇上了常的车子,黄当场便脸在化妆室打电话给老婆,忘了身上的麦克风没关。 声音传到棚内,乃干嘛要上他的车,被狗仔拍到怎么办?乃知不知道这样不OK?乃去开会不能自己开车去吗?等于,在场人士也错愕。